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1月20号 转眼呢,今年就剩下一个多月就结束了 我呢,这段时间一直在闲着 因为我们盘景这边农忙也都结束了 秋收呢,也结束了 螃蟹的冬厨也结束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时间对于东北的农民来讲 已经进入了冬歇期了 也就是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了 之前呢,一直在这个忙这个大米的销售的事 然后基本上也都差不多了 剩下的也就不断的在有朋友在找 在找咱们这个橱窗来买大米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忙的事 前段时间上个礼拜呢 又去我们这的一个大瓦那边的一个村子 去弄了点检地柿子啊 就是我们盘景的第三个 比较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吧 就是西红柿啊 一种西红柿在盐检地生长的一种西红柿 有的朋友也看了我发了一些短视频应该也有所了解 在我的那个橱窗里呢 也都上架了 也都可以选购了 那本来按原计划我是想在11月中下旬出去玩一段时间 这两天也一直和老王在研究说去哪玩 本来一开始想计划是说来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来玩两个月 一直玩到过年再回家 但是这段时间呢 各个地方的防疫政策好像一直也都很严 而且每个地方也都陆续的在有端端续续的啊 搞得人心惶惶的 像我呢也不敢随便走 按原计划也没法走 查了一些各个地方的防疫政策都大同小异 落地要么检查核酸 落地先检查核酸证明 然后社区报备 然后呢危险风险地区呢 还得什么居家隔离 什么集中隔离的啊 就特别麻烦 所以就难以出行 一直待着也不敢走 就算你出去玩一段时间再回家吧 回来还得报备 还要被人嫌弃 哎呀 所以就闹得焦头烂额的 想走又没法走 所以这两天就一直在家待着 然后拍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聊天 有的朋友一直在问说 这个老王怎么样了 毕竟一年没有见老王了 老王在西安 他跟我的状况一样 基本上都是因为疫情 没办法随心所欲的出行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在家 偶尔在西安周边逛一逛 也没法走远的地方 我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不光在弄卖大米 和卖这个简笛式的 我还断断续续了 买了一些户外装备 比方说买了一些背包啊 买了一些野外的厨具啊 做饭用的一些厨具啊 还有一些冬季的保暖的一些装备啊 我基本上装备都都有啊 没有的也都补齐了 就等着能出去放松放松玩一玩呢 结果现在一直也出不去 所以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就先待着吧在家 呃待到年前这两个月时间 说实话确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呃只能现在在家待着吧 看看大情况大大大环境怎么样吧 等年后了如果情况有所缓解 再继续出去旅行 嗯现在真的是过一天算一天呢 没法有一个长远的安排 就是不像以前做一个旅行计划 拿出几个月时间半年时间说走就走 现在真的是我今天路过我们这的火车站 我还看了一下火车站的情况 也没什么人就一派萧条 火车站有人在坐车 但特别少特别少跟以前没法比 以前火车站不说人山人海吧 最起码人流不断出站的进站的 现在我今天早上去一看路过那 就那么三四个人四五个人 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可流量 所以这个大环境真的不太适合出去旅行 所以呢这段时间我又在家 就继续卖卖大米卖卖捡地柿子吧 所以有朋友想吃我们的大米 喜欢我们的大米可以继续在橱窗里边下单 包括剪地柿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都是我们这最好的农特产品给你们推荐的 所以就先这样吧 能出去了再说 不能出去了 那只能在家待着 也祝大家保持健康啊 谢谢大家的继续关注和支持 拜拜 拜拜